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各位高手 我是林韻凱 今天的行情 我想在投資朋友心中 應該浮現兩個字 納悶 四個字的話 一頭霧水 首先是剛開盤 明明昨天晚上 美股四大指數同步大漲 跟台股相關係數最高的 費城半導力指數 還漲了超過四個百分點 4% 台子夜盤 當然也是風生水起的 一開盤 台股氣勢如虹 開盤沒多久 直接上漲 將近要160點 將近160點 可是最後 來我們看一下 怎麼有點虎頭蛇尾 我們看這邊 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沒關係 你可以去看江波圖 我們用這邊來做一個解釋 開盤之後 直接往上衝 大漲超過150點 可是漲完之後 開始慢慢往下 慢慢往下 慢慢往下 一度盤中也跌了100多點 一度也跌了100多點 大概是1點鐘過後 開始又往上拉 又收了一個下影線 中場上漲14點 中場上漲14點 虎頭蛇尾是怎樣 是因為虎年的關係嗎 其實如果說會有這樣子的疑問 表示說你看盤還不夠全面 我會針對最近的行情 我會針對最近的行情 以及今天的行情 我們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來進行抽絲剝繭 我要讓你了解說 現階段行情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又會如何發展 這非常重要 首先我們從昨天開始看 昨天台股無預警的大跌336點 把年限再一次跌破了 其實昨天蠻多人也是納悶 到底昨天跌什麼 可以跌到300多點 OK 也許第一個原因 大家直接聯想到 因為這個烏二戰爭 那個談判好像暫時終止 昨天暫時終止 可是戰爭也不是第一天了 打打停停也不是第一次了 是這個原因嗎 難道說又是因為 中國大陸的疫情嗎 因為停工 還有一些台廠 也是直接受到衝擊 可是疫情也好 停工也好 也不是第一次 會需要跌到300多點嗎 其實昨天的下跌 不僅僅是因為某單一 或單二的原因去做下跌 我昨天在上股市熱炒店的時候 如果你有觀察的話 股市熱炒店 你就可以看昨天的這個節目 那我去當來賓的時候 我有把整個大跌的外部環境 做了一個說明 昨天台股的下跌 是因為四大利空齊發 四大利空 有四個利空 前兩個當然就是 所謂的這個戰爭 跟這個談判還沒有結果 再加上疫情所造成的停工 兩個是這樣子 再來呢 今晚的升息 今天晚上聯準會 準備要宣布升息的 這個其實你應該是知道的 因為我們已經講了一個多月了 那最後一個 這個是屬於一般人 比較不知道的狀況 主要也不是說衝擊台股 還是在於所謂 衝擊中資企業的這個部分 因為現階段SEC 也就是這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那目前針對中概股進行開槍 你中資在美國上市ADR的這些 他現在是針對這些在做一個 很嚴格的要求 他要求說你不符合 審計這個標準的中概股 你必須要給我下市 還沒有到要求你下市 只是說你必須要提交一些資料給我 否則你就準備要下市 我就給你摘牌了 那這個舉動當然就會引發 可能機構或者是一般投資人的抛售 同時也讓最近想要在美國 挂牌的公司打消念頭 那當然這個就會直接衝擊到 所謂的中資企業 不過也是衝擊中資 跟台股有什麼關係 可是以上所述 四個利空加起來 你假設每個占70點好了 四個加起來也就300點 四個利空加起來 同一時間去做發酵 就足以讓台股四個利空 就可以讓昨天台股四大接空了 那我們進一步來去討論說 這四大利空的後續 其實當然第一點 談判現在目前 當然我們遠在台灣 真的不知道 他們談判的狀況是怎麼樣 可是就新聞面的表示 好像似乎快要出現曙光了 好像 暫時是這個樣子 那停工的部分 這個是短線影響 這個是短線影響 因為其實中國大陸 竟然就想要做清零 可是你又不是說 台灣你要做清零都做不到了 2000多萬人做清零都沒辦法 你十幾億人你要做清零 坦白講比較難 可是停工的部分 我覺得現在他們的 整個防疫的機制也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是短線影響 那升息的部分我說過 正式執行之後 塵埃落定 反而是有利行情直穩的 那最後我們講到 SEC制裁中資的問題 其實本來就不是台股的問題 本來就都是台股的問題 所以終究都會過去 重點你要拉回到盤面來看 既然這四個利空都不是真利空 那昨天跌300多點 跌也就算了 為什麼今天要開高走低 為什麼今天盤中一度還能夠跌100多點 這個部分昨天我來不及講 所以我也在昨天晚上的熱炒店節目當中 我們做了一個說明 很多人以為今天台股會這樣走 是因為被航運股帶衰了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下半段我們會講一下長榮的部分 那昨天我在熱炒店 我斬釘截鐵的說 今天台股會壓低結算 它會做壓低結算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有破底 今天是跌破昨天的低點 最低來到16808點 今天是有破底的 跌破前低的 那其實這個原因很簡單 外資最近的動向 它的動向是非常明確的 我已經把我的目的 就攤在這邊給你看了 我就是想這樣子 外資就是要壓低結算 我前幾天300億500億 300億500億這樣賣 我目的就是壓低結算 昨天跌300多點的時候 我節目上不是直接預告嗎 三點的節目我直接預告 我說外資至少今天又賣200億出來 結果到最後盤後資訊 四五點出來之後 它是賣了537億 單日的賣超又擠進歷史第六紀錄了 前面賣賣賣賣了那麼多 其實你就是要醞釀 壓低結算這回事 那最後一天了 有什麼理由不堅持下去 所以其實你看今天 開高走低壓低結算 完全不用意外 而且你說是不是壓低結算 這件事情也很明顯 為什麼 因為一點鐘過後 台股又拉起來了 你看到這個下影線 你看到下影線 這下影線100多點的下影線 為什麼一點過後 就可以開始拉了 因為他們結算時間 通常都抓在一點鐘 那接著你再來對照一下 這個來看 來各位 今天 未平倉資訊還沒出來 可是呢 以今天外資的動向 它是新增了 5700口的空單 多單 它是做多5700口 在這個期權的部分 期指的部分 台子期的部分 它今天一開倉 先做多5700口 是完全像我說的一樣 你今天前半段 用盡力氣壓低結算 後半段呢 開始步行艙 5700口先放下去 一點鐘過後 它的動作非常明確 所以完全壓低 就是未結算 可是明天過後 結算過後 行情有機會 開始走出不一樣的路 因為外資的態度 已經很明確了 反正最快明後天 最慢下禮拜 應該你就會有感覺 你就有feel了 無論如何至少今天 我們已經證明一件事情 我們證明了這件事 上個禮拜我不是說 3月16號是 印度神童VS 台股金童的對決 我跟印度神童的對決 阿南德 德哥 現在神童好像輸了 德哥你輸了 德哥預告說 這個3月16號會有 全球性的什麼能源 還是什麼經濟的崩盤嗎 今天有沒有能源崩盤 沒有 那有沒有 哪個國家的股市又崩盤了 那我們來掃一下 好不好 來 簡單的重要股市 我們這邊快速掃過 來這邊 各位你看一下 台股 漲14點不算崩盤吧 然後美股全都漲 接下來 漲漲漲漲漲 最慘最慘 這個印度 跌1% 印度跌1% 印度跌1% 應該也不算崩盤吧 不會稱呼到為崩盤吧 所以各位今天阿南德 印度神童輸了 明天開始就看我的吧 休息一下 好 你想給寳愛醫務最好的貨護 就交給Panasonic滾筒洗衣機 完美護衣形成 會 disci動精準投入 洗劑不殘 asi 无家温水洗衣 除满 抑郁 还有HitPone 护衣烘干 不收衣料 洗脱烘一次完成 完美呵护衣物 Panasonic 纹红洗衣机 最高荣誉肯定 销售第一 Panasonic 摩尔坚持 用心选股 从全球经济脉动 到总体经济 及大盘 摩尔坚持 技术面 基本面 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 选股策略 从研究川普 到风尘扑扑 绝对基本面 到深夜市泡面 摩尔坚持 终造会员 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 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英文侠儿 欢迎来电 0800668085 0800 来来 帮你帮我 他们觉得我是老口口 嗯 他们觉得我会晕晕的 没有 这里洋洋 那边通通 都交给你的好朋友 万应白花油 轻轻一抹微笑 万应白花油 住在旧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社会住宅 包租贷款3.0 以屋换屋 长者换居服务 让长者生活 变得更便利 包租贷款333 以屋换屋 不安心处 社会住宅 包租贷款3.0 照顾我们的中备 真是我们的福气 刚才没喝完水很好 如果把油楼安顾得更好 对 如果有点弄 要用加强液 三支火山票 油楼安 好想吃包冰啊 知道了 想吃包冰是吧 这水锅呢超好的 对了 我想到招待客人用的泡芙 还没吃完 怎么加倍成一小吃泡芙呢 金炒小丸子 我是你妈妈 生下我就是妈妈吗 六十四个说是我妈 你不要换医院 我会很下心 把你当成一般同事 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感觉突然间 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见了 小叔你只是姜诚在 爸妈的儿子姜诚在 晚节十点 我的女儿 蕊英 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 来聊一下 长容简直这回事 其实这件事情很有趣 因为其实 我记得我昨天晚上 晚上我去入 那个股市热炒店 路德小店进摄影棚之前 那个时候 长容的新闻刚刚出来 那主持人施伟 他就问我一下说 要不要节目上 我们来聊一下这件事情 我说不用 因为我个人是 我个人是偏利空解读 但是我也不想挡人财路 这个我不要讲破 你去搜寻一下 昨天晚上的文章 有关于长容简直佩奇 去做评论的这些文章也好 网红也好 作家Anyway 你去找 我不要说一面倒 可是大概八成至九成以上 都是用利多来做解读 那为什么要找昨晚 你找今天早上也可以 反正你就不要今天收盘后的 不然其实很多人看到今天长容跌停 这些人就见风转舵了 所以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这件事情 今天长容是直接打到跌停板的 有够惨 好 那为什么大家正常来讲 很多的专家以利多来做解读 那为什么股价会这么惨 首先看一下 新闻本身有没有问题 来长容展望破天荒现金 现金减资加配息 每股领回24块 好这没有错 那我们往第一段来看 好 首先第一个 好 每股现金股利18块 加 每股会退还股东现金6块 总计24块 以昨日的收盘价 现金殖利率15% 15% 这个叫做投其所 最近全市场 几乎都在封什么高值利率股 可是这个 你用18元来算没有问题 你用24元来去算值利率 这问题可大了 因为减资的这6块钱 你在股东拿到这6块钱的时候 股价跟股数 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你并不是说只是 有没有田权席这么简单而已 因为你拿到这减资的6块的时候 相对应的表示说 你手上的一张 已经变成不到一张了 虽然价格会往上调 可是你的股数也是会下降的 所以基本上 你要去讲 减资的6块钱这回事 它跟除权的计算基础是相等的 你不能用除息除权并在一起算 所以说 你不能直接这样去计算它的值利率 等于说有点错误诱导 表示说记者不够专业 或者说你是真的有心的 要去刻意做一种错误的引导 这是第一点 然后我看 很多分析师网红作家都在引用 昨天总经理的这个假设 假设今年获利数字可以像去年一样 一减资过后的这个股本来计算 今年的EPS可以到112块 112块 EPS吓死人 那当中有几个盲点 第一点 你也得今年赚的跟去年一样多吧 万一没有呢 万一没有呢 如果今年赚的没有去年多呢 去年我已经讲过 那个叫天选之年了 如果你今年赚的没有去年多 你有112块吗 而且 股价是反映 未来 股价是反映未来 就算你今年获利不差 明年呢 明年还有疫情吗 明年还会打仗吗 这个塞港缺贵高运价 你能维持多久 你有想过吗 如果明年的展望 没有办法持续向上 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往上成长的支撑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越高的股价 越难撑住 越高的股价越难撑住 你现在简直一下子股价 可能就冲到300多块了 可是你瞬间变成了 300多块的长龙 你这个股价 你没有实质的基本面去做支撑 你价越高越难撑 最近 千金股跌的稀里哗啦 你还看不出来吗 你还看不出那个真的 市场在状况不好的时候 要杀盆杀的有多快吗 那我们再来看一篇新闻 来 这也是昨天晚上的 长龙减脂六成有五大好处 五大 天哪 因为其实很多人 很多包含很多的分析师也好 网红也好 他为什么认为说长龙 减脂是一个利多 因为他会把它拿来当 跟这个国具 被动员件的国具来做比较 他认为过去的国具 因为减脂 可以从鸡蛋水胶股 一度变成千元股后 长龙也能够复制他的道路 首先 这两件事 两档股票是不同的 国具当初是从 财务体质不那么健全开始 他第一次的减资是做大亏损的减资 长龙有亏损吗 长龙还算是基优股吧 再加上说这两年赚到不要不要的 所以说有什么需要去 现阶段做减资的问题 那当然因为这个动作 媒体有在意测说 可能是兄弟争权 这个阴谋论我们就不讨论 人家的家务是 可是的确 如果真的是基于这个原因的话 长龙的股价后续还有 还有精彩的路可以走 好 那我们先撇除这一块 我们先来讲 第二点 获利 美股的获利会爆升 当然你说 你把股本降下来 获利会爆充 这我当然知道 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因为你的股价已经先做上调了 你的本益比要不要调整 殖利率要不要同步调整 所以你不是只看EPS 这是一个很单调的一个观点 你要全部一起综合来看 好 那再往下看 当然税务这个部分 这个是不用讲了 退回的股款不用课税 筹码 减资前空 那必须回股 这个就是法规问题的 来现金 留下现金 可以灵活运用 为进军全球前五大航商 留英弹 长荣 你现在的现金还不够多吗 还需要继续扩张吗 那么也像我刚刚所讲的 像我刚刚所讲的 如果说 未来的几年 没有像过去两年那种 塞港缺贵的极端状况存在 你现在还拼命留现金 只是为了日后 我要再买船再买船再买船 怎么样的 我就继续扩张 你现在的扩张 会不会变成日后的累赘 打一个问号 你过去这么多年来 你也坦白讲 过去这么多年来 除了长荣之外 其他人有真的很赚钱吗 其他航运股有真的很赚钱吗 那你在经历了两年的极端状况 你觉得航运股的市况大好 我现在开始留很多的钱 我准备要大举扩张 你现在的扩张 如果未来十个年度 又变成是过去的十个年度 你觉得你现在的扩张 不会变成日后的累赘吗 再来 你要去跟国具做比较 首先我们整个时间的进程 跟你的人生历练是完全不同的 国具是从2013年开始 减资了四次 再加上中间有不断的并购并购并购 他已经在做一个 很全面性的企业的版图了 最后迎来2018年 被动原件大缺货 它是属于调整体质在前 利多发酵在后 完全这个叫做标准的标股SOP 我先把体质顾好了 调整好之后 外顾的利多来了 所以我可以顺势发酵 可是长荣相反 长荣是相反的 它跟国具的路子是相反的 我是先因为 这两年的极端状况 造成运价大涨 而且我爆赚 接着我爆赚之后 我再来调整体质 但是塞港缺贵 高运价的这种高峰 其实现在 很多人认为说已经到顶了 也许高峰已经过去了 如果过去了 接下来呢 就是往下走的嘛 不是吗 即便维持在这个地方 可是你没有继续往上成长的动能 你股价怎么往上走 所以你认为两党股票 能相提并论吗 那么OK 分析了这么多航运 我又没有航运 我讲心酸了吗 各位我是讲给你听的 因为最近航运股跟航空股的走强 其实让很多 已经快要遗忘航运股的人 重新成为航海王 当然航运航空还是要分开看的 是要分开看的 以最近的成交比重来说 再度出现去年那种变态的行为 也就是说 航运股可能一天的成交比重 就超过四成 甚至超越电子股 电子股今天盘中我看不到四成 三十几%而已 可是如果因为现在这样子 超级航运舟已经结束了 令航运股开始走弱 市场不再聚焦 这个时候就是电子股 准备重新崛起的时候 电子股重新崛起 表示台股的正规军行情 也就要开始了 毕竟很多的连带台积电 全部都跌到一个非常深的水位 这些股票一谈那不得了 带动权重往上冲 你就知道了重不重要了 好 那我还是要告诉你 现阶段我还是不会操作航运股 航空maybe会 可是海运不会 而且其实我们可以 很直接的去看一个状况 今天长荣是跌停板 没有错 你硬要讲 它还是维持在一个多头的结构 可是你再看一下阳明 阳明今天有创新高还不错 可是以前大家一起 三兄弟一起进一起退 同声共子的望海 不好意思 它今天已经先破敌了 它已经先破敌了 以往航运起涨起跌的状况 去年很明显 到去年的下半年 越来越没有这种景象了 到今年会越来越不明显 所以我刚刚讲 也许长荣里面有一些 家族之间的故事 有一些股权之间的故事 也许它的股价 有机会再往上做表态 但是能不能够带动阳明 能不能够再带动望海 我觉得相当有限了 因为那不是整体大环境 整体航运环境的利多 而是单一筹码的运作 我就大概这边点到为止 现在开始 我也会开始很密切的 去关注航运股 因为航运越弱 电子与台股就会越强 一旦注目在航运股的资金里面 越没有这么多 其实这就是电子股的利多 所以说如果真的长荣 这一次能够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我觉得也是好事一件 所以记得这一点 现阶段如果台股准备 如我所预期的 准备要拉出一波 W的行情的话 好不好 你先看航运股 因为至少航运比重的走弱 就是必然的一件事情 同时昨天我已经说过了 今天今天今天 你要赶快去把握最后的黄金买点 请你千万千万千万把握 因为今天已经结算了 结算过后 也许明天后天 开始就会有一个初步的行情 开始酝酿 所以最迟礼拜四 礼拜五股票都把它买起来 那我也要再次强调 现阶段你的操作 你把风险降到最低的一种模式 你就是要这样做 核心持股加上卫星持股 卫星持股可以很多档 短线打带跑 重点是不追高 再次强调重点是不追高 例如说礼拜一 我不是送你一档股票吗 1513的中心店 我在我的line 我有分享过黄金买点这件事 结果今天呢 今天就创新高了 昨天有回档没有错 可是回档没有来到 我们的黄金买点 今天直接喷上去 可是我还是要强调 没有买到就算了 因为黄金买点 最重要的诉求是胜率高 既然要胜率高 买点一定要够安全 不够安全 宁可不买 这部分的操作原则就是这样子 我们出手的次数可以频繁 要快速赚了就跑 但是我们一定要安全 二月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操作 其实这张这个表格 都拿出来看过很多次了 16次的出手 676元的价差 236%的涨幅空间 这是二月份 三月份同样的 同样的这些股票 老面孔 同样的黄金买点 三月短短一个多礼拜 206元的价差 111%的涨幅 同样就是策略运用得宜 那核心持股的部分 这刚刚讲的都是卫星 核心持股的部分 本来就是可以去做 慢慢的分批的承接 可以买的越低是越好 例如说昨天才讲过的 立志今天看起来稍稍做一个止跌 那还有一档威风电子 这两档是属于公开讲过 股价比较高的股票 虽然说公开分享筹码容易比较乱 可是至少它是高价股 可能还是会稍微好一点点 毕竟不是一般散户可以琢磨的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 现阶段 我的布局重心会比较放在这两档 一档是J档 三叉叉二 提示是一个红色锁头的J档股票 J档是已经有认证通过 今年出货准备要大爆发的股票 那另外一档 是之前在我Telegram分享过的J档 走势都画给你看了 位阶非常低的 元月营收创下历年同期新低的J档股票 可是未来半年 营收会大幅度向上跳增 相较于元月 单月营收有望成长三倍以上 而且今年度它的这个产业 绝对有题材 绝对有题材 一定有一个季度 可以让它走一波大的 这段时间行情震荡的时候 就是一直吃货 这种股票等到行情趋于稳定之后 背后的利多 基本面的价值 会慢慢的非至少看见 以上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布局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如果你有任何操作方面的疑难杂症 欢迎你透过这个like at win16888 小小鼠win16888 这个like可以和我们的研究团队 很直接的做一对一的线上互动 线上的咨询 包含你昨天错过中芯店的黄金买点 错过一档隐藏版高价股的黄金买点 其实你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like 你随时随地做咨询 有股票问题都可以做询问 Telegram win88888 我们的资讯也会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免费公开的分享 还有YouTube频道林玉凯分析室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我们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继继 FIH 红兰 微信